以自己最完美的状态 哪怕拼死也要在比赛当中展示出自己的最高水平 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 令我方运动员如此奋勘 北京时间2014年10月3日 第17届亚运会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 一场备受组门的男子四层一百米接力的巅峰对决 在韩国人川主体一场即将上演 我们来看看这个巅峰对决 中国选手和日本选手 在男子四层一百米接力的比赛当中 一直是亚洲最高水平的较量 决赛现场 我方队员披着一身耀眼的中国 这一抹红色乘以播亚运会纪录的成绩 在四年前的广州亚运会上 一鼓作气拿下金牌 与我们有两道资格的日本队 他们不仅是这个项目最强的队伍 还是亚洲纪录的保持者 在两天前 女子接力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完美发挥 最后一棒维永利 直接狂闪日本女子接力队 整整三条大截 因为比赛之前大放厥词 而被重重打脸的日方媒体 则是将复仇大任交付日本男子接力队 并且到他们第一时间得知 在200米预赛当中 国防主力质疑张培门 不幸小腿严重拉伤的情况之后 便开始手舞主导 甚至提前准备好了庆功宴 疯狂的日本观众 更是一碾压戒怕等极度敏感词汇 向中国接力队的四位小伙子 发出强烈信号 27岁的张培门 正值血气方钢 纵然身负重伤 一不具条件 兄弟携手 在韩国人穿逐体场 吹响了冲锋号 哪怕拼死 也要在比赛当中 展示出自己的最高水平 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 能不能跟对方骗一下 十月人穿 低温多游 这样的天气 注定需要一场火热的比赛 来点燃激情 2014年 韩国人穿亚运会 男子私承100米接地的决赛 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 准备好了 成群亚洲 征服日本 看台上 中日双方 争锋相对 助威娜海生 震额欲聋 泡道上 所有选手 各归其位 万界待其发 跃跃欲试 直播间内 杨洁的解说 爱随着激情 铿锵有力 第二道是澳门队 第三道是中华台北队 第四道新加坡队 第五道是这个项目的 亚洲应该是实力最强的 代表队日本队 日本队第一棒是山前良太 第二棒是哈拉强太 第三棒是高平盛世 第四棒是范种强太 韩国队在预赛当中 也是获得了小组第一 中国队是在第七道 中国队第一棒是小将陈诗伟 第二棒是谢震业 第三棒苏炳天 第四棒是张培萌 香港队是在第八道 第九道是泰国队 四成一百米的尖锋队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中国队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就是日本队 决赛人川是亚洲速度的角逐 更是中日两国的交锋 当然对小日子过得不咋 对大家来说 这是一场绝对输不起的比赛 之前吹出去的牛 哪怕砸锅卖铁 破釜沉舟 也绝对丢不起这脸 决赛枪响的那一刻 中国队的四位战士 必将全力以赴 亲近所有 接下来让我们停止解说 重回2014年人穿亚运会 男子四成一百米接力的 全赛现场 好的比赛开始 来看看中国的小将陈志伟 第一棒的启动节奏还是很快 让日本队更占线 日本队的第一棒是他们启动 速度最快的先线两代 看看一二棒的前部队 在衔接当中 谢真烨是第二棒 请真烨稍稍落后 现在处于顶线的成战士日本队 日本队的第二棒是哈拉强派 第三棒是苏炳天 苏炳天要把弯道的 圆越弯道的能量展示出来 苏炳天现在领先 看看最后一棒 张培萌要拼了 张培萌接棒 快速加速 张培萌要在比赛当中 实现自己的愿望 证明自己 全力重生 张培萌赢了 37秒99 中国队打破了这个项目的 亚洲纪录 中国队破了亚洲纪录 37秒99 完美表现 超水平发挥 我们击败了日本队 而且打破了日本队的亚洲纪录 现在亚洲纪录属于中国人 今天真的是巅峰状态 他这个第三棒 圆圆扳刀啊 杀出来之后 直接赢了高平盛 是有两到三步的距离